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姚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款手機小遊戲 那這款遊戲他是免費的 重點是就像標題說的 他是單手就可以玩的 而且玩起來超級爽的 消磨時間超級好用 他叫做格鬥街區 那到底是怎麼樣的爽感呢 馬上為大家來體驗看看 好一開始這邊是新手教學 這款遊戲我是推薦大家用左手玩啦 等一下會跟大家說為什麼 好我們先來跑教學的部分 這邊一開始是跟你說 你只要左右這樣拖曳 到你想要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新手教學這邊都非常簡單 你只要照著他的步驟慢慢過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的話他是教你怎麼攻擊 你就只要連點 連點有沒有 打下去就有一種快感 而且如果你是iPhone手機用戶的話 你在打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種那種3D touch的震動 就是你的手會有一種很爽的感覺 安卓手機我是不知道啦 iPhone手機這邊的話 就是會有一種跟你互動那種感覺 就是你打下去 好這邊重點來了 這個就是叫你大力往右滑 這個就是類似一個暴擊的動作 就是打下去會比較大力一點點這樣子 好那新手教學就這3個東西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要馬上進到第一關了 好第一關這邊就這樣點下去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角這邊有個COOP 這是一款可以跟很有連線的遊戲啊 我覺得這個設計其實還蠻不錯的 不要想說他是小遊戲就是那種隨便做的 其實他做的還蠻用心的 好啦一開始這邊有一個劇情 這個劇情就是說一個老奶奶被欺負了 然後我們就是要去幫助他這樣子 這邊你可看可不看啦 好那這邊就開始我們的戰鬥了 那這個是在跟你說什麼呢 這個就是在說你打怪打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左下角會有一個類似技能的東西 你就只要按下去就會有必殺技出現這樣子 好那這邊推薦大家用左手玩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必殺技的按鈕會出現在左下角 那你說可能左手玩起來不順啊 或者是說什麼需要技術 欸其實沒有 你就真的只要拖曳跟打就好 簡單來說就是你在螢幕上只需要滑跟點 所以不需要太大的技術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的小怪 這個應該是野狼之類的吧 打下去就會拿到錢 我左下角這邊技能已經滿了 這邊就是等一下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必殺技講怎麼樣子 好我先把這邊小怪清掉 後面好像會有BOSS啦 所以我們先把技能先扣著這樣子 異常看到這個紙箱也記得要打一下 這個打下去是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你可能會拿到錢 或者是一些什麼有的沒的東西 記得打就對了 好這邊就是我們這個階段的BOSS 他已經出現了 那我們這邊就必殺技直接開下去好了 欸 這個點下去有沒有 啊你把必殺技拿去打小怪 天啊怎麼會這樣子 哇這個必殺技沒有自動瞄準功能 大家要放的時候記得正對著BOSS啦 其實我剛剛已經正對著他了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還是會跑去打旁邊的雜魚 好那有注意看到嗎 BOSS打人是比較痛一點點 他打下去是扣5滴 雜魚的話應該是扣個1滴左右啦 好這邊過關了 拿到了一些寶藏 好那這邊的話你過了之後 他會有一些寶箱的獎勵讓你可以領 那就是打下去 一樣就拿到一些東西這樣子 這個應該是skin或者是什麼角色之類的吧 那這邊你也可以點選這個角色 就是做一個升級的動作 那你升級之後就是你的血量攻擊防禦都會上升這樣 但是就是要花一些 遊戲的金幣就對了 所以這邊就是多打關卡多拿金幣 好那這邊的話第一關你過了 你可以再回來點一次第一關 這邊就開始出現了其他難度的 那我們就馬上為大家再來示範一關看看 這邊一樣的劇情 我剛剛是不是看到一個拿槍的 好可怕 這邊他好像有多一個新的可以用是不是 往上滑 你只要往上滑就可以跳躍了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用不到啦 我們一樣就是左右移跟打擊就好了 好那這個已經是有一點點難度的囉 有看到他的血量嗎 稍微變得比較多一點點 而且他怪物等級變成4等了 好這樣我打起來可能會比較不利一點點 好小遊戲而已 不能輸小遊戲而已 小遊戲輸了就不好看了 這邊好像有說你跳起來在按攻擊 喔有他可以 他可以做一個飛梯 如果你想要當做休閒玩 你可以就是都打一星難度就好 不要去打剩下難度的 因為剩下難度就是像現在看起來這樣子 血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而且人會越來越多 哎唷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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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打下去都很痛 第一關的BOSS才打5滴血 好那這邊第二關有難度的 小怪就打6滴了很可怕 好打一隻打一隻 好OK 那大家有注意到嗎 你在放技能的時候 你會進入到一個無敵的階段 所以你在放技能的時候 其他小怪是打不到你的這樣子 這不知道有沒有補血的東西 應該是沒有 有這個就是補血的東西 好太好了 好又來到我們BOSS關了 好這邊真的要注意不能被繞背 這邊被繞背會很吃虧 而且重點是他是BOSS 他是BOSS打下去很痛的 好一起打一起打一起打 OKOK 我可以的我行的 我越等打怪 我直接越等打怪給大家看 我這打一下扣9滴 好痛喔 在這邊摸到就危險了 趕快雜魚跟BOSS一起處理掉 好有BOSS處理掉了 那剩下雜魚就好說話了 OK過關 哇其實 這個惡心難度的就有點可怕了 等一下不知道打最高星的 會不會就直接撬辮子了 這個我們第一關已經兩星了 那他可以開啟第三星 最高難度的 他說如果你沒有升等的話 這個任務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你想要試試看嗎 困難就是困難才好玩啊 這邊認真了好不好 認真了 我現在不單手了 雙手了 哈哈哈 這個真的有點 喔喔喔 真的有點難喔 真的有點難喔 哇哇哇哇哇 這個不行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我覺得這個被摸到 摸到我就幾乎是敲辮子的狀態啦 而且他的血量變得好多喔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我要 這一關需要一點點技術了 而且這個小怪會防禦喔 會防禦喔 所以你不是說你出拳就一定打到他 懂防禦 懂防禦 OK 不可以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讓人一前一後 我們要兩隻都保持在前面 這樣就不會有被打到的問題了 好他三隻的話 就是三隻都要在你前面 好你看有沒有 這樣子就慢慢打掉了 應該是補血的吧 這一個 好有補血補血 可是其實也沒補到多多欸 啊又是BOSS了 好來 這個是最高難度的BOSS了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被繞背 不可以被繞背 把持住我們的原則 不可以被繞背 好痛喔 哇 哇 死掉了 哇不行欸 我還是被繞背了 可惡 最後三隻太兇猛了 好他這邊也可以選擇復活 也可以選擇不要 那我們這邊是不要啦 因為也沒有寶石可以復活 他復活一次就要10顆寶石 太浪費了 好啦那這款遊戲是單手就可以玩的 如果你有興趣 然後對格鬥也有一種特別的期待感的話 可以去抓來玩看看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拜拜